亮了,莫斯科街头熊出没,坐在车上吹喇叭,出现在莫斯科街头的熊,视频截图中心网客户端6月16日电,熊是俄罗斯的代表性动物,随着世界杯在俄罗斯拉开战幕,更多的熊也随之而来,进入人们视野焦点。 据外媒报道,周四曝光的一段视频显示,俄罗斯5-0大圣沙特的世界杯揭幕战后,一头看起来像是真的熊出现在莫斯科街头,这只熊坐在一辆吉普车的后台座里,还吹着南非世界杯时,鸣声却起的球迷神器呜呜阻拉,这只熊坐在车上招摇过势,看起来丝毫不受惊,视频截图一开始, 这只熊拿着乌乌阻拉球迷喇叭吹了几下,不只是装模作样的比划,而是真的吹响了,当时因为车辆正在街头等红灯,自然而然的围拢上来一些球迷,这头熊还像模像样的向周围的球迷做出致敬的姿势,当然,现在也很难说这头熊,是否就是真的熊,还是穿着逼真的熊服装道具的人, 不过四月曾经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段视频,一头真的熊和他的训练师,出现在足球场上,并在练习吹喇叭,这次在莫斯科街头亮相的,很有可能就是这只熊,这头熊吹了几下喇叭,还做出向球迷致敬的姿势, 视频截图在俄罗斯体育赛事中出现熊的身影,也不是什么稀罕事,还是在今年四月,一头名叫蒂姆的熊,曾经帮助一场三级联赛的球赛开球,当时这头熊大摇大摆,走上球场,并把球交给了只把裁判,运营人员,王远MZ015。 雨宝宣伞变,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